Voke Me的朋友 跟我一起收集玩具吧 今天要介紹我收集的玩具 那今天要先介紹的是 蝙蝠俠是我在DC英雄裡面 最喜歡的一個故事 它是一個設計師做的版本 在美國的網站上找到的 後來還託朋友幫我帶回來 因為不能記 後來我開始去看他們的故事 才發現他們背後有很多 比如說像小丑 每個人只要經過悲慘的一天 都有機會變成小丑 我超喜歡的 第二個我要介紹的是 我長大之後買的 其實這兩個都是 我非常喜歡的藝術家 做的玩具 它是Ashley Wood做的 3A公司出的 非常棒 我超喜歡 不便宜 所以我存了一下子的錢才買到的 那這個呢 是我在 很久以前很喜歡的一個 塗鴉 藝術家做的 叫Sandflowers 然後我在高中的時候 經過一間店 我看到它擺在櫥窗裡面 我覺得 我想要 後來我也是在網路上找到了 就是把它買回來 是我以前夢想中的一個玩具 最後 對 我要介紹的是 這個 這兩隻 這兩隻是我目前現在留著的 歷史最悠久的兩個玩具 這很可愛就是 因為他們是我從國小 一年級就有了吧 那時候我媽媽她會買很多玩具 然後趁特價的時候 趁特價的時候會買很多玩具 放在家裡 然後在節日的時候 就會讓我們去那個地方挑選 那其實後來 我都知道它藏在哪裡 所以我常常在國小的時候 因為它藏在一個櫃子的上面 我都要搬椅子 然後趁我爸媽還在上班的時候 搬椅子偷偷去 看那裡面有什麼 然後我會偷偷的拿下來 但是因為盒子不能拆 我媽就會發現我玩過 所以我都要從那個盒子的一個小塑膠洞裡面 然後就是這個 我就這樣子一直撥它 撥它 我就想說 哇 今年生日 我一定要這隻 結果我撥一撥它手就快斷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不行 我生日一定得選它 如果我哥選到它 就會發現有人玩過了 所以這兩隻是陪伴我非常久的 我現在到 在台北也會帶著它們 好